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有请荣誉见证嘉宾 导演刘伟强 颁发荣誉 今天黄轩 别忘了你的任务 作为妮妮的观影搭子 你的任务是化身守护天使 贴心守护妮妮 对啊 妮妮一直在等着你呢 毕竟你曾经说过和妮妮合作很有幸福感 来 有请 好 密起来 合影留念 谢谢 谢谢荣誉见证嘉宾 谢谢 谢谢刘伟强导演 两位 来 发表一下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妮妮 非常 吓我一跳 高业 你好烦啊 对 那个非常感谢那个微博电影之夜 给了我这个荣誉 这一天在上海特别开心 特别充实 非常感谢微博电影之夜 能够把大家都聚在一起 这个演员 这个奖叫年度品质演员 我希望自己再努力 努力 让自己的保持期再久一点 谢谢大家 黄轩 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轩 那个 谢谢 谢谢 谢谢我的蛟龙兄弟们 那个 品质真的是作为演员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然后那也 品质也不是一部电影带来的 它是一路走来这么多导演给我的机会 在做的就有很多导演 黄天心导演 冯小刚导演 还有曹宝萍导演 李少洪导演 还有刘伟强导演 这么多导演不断地给我机会 提携我 指导我表演 帮助我塑造角色 我才有今天这样的荣誉 谢谢微博电影职业给我的荣誉 我希望未来能带来更多的 有品质的电影给大家 谢谢 再次祝贺二位 但同时请两位留步 期待接下来的互动环节吗 今天两位是同时获得了 品质演员的称号 而且他们在生活当中 都非常的注重生活的品质